我不應該去點一個利線的人點贊 所以我馬上檢測他回 惡意掛網 大家好大家好 我絕對不會用廣東話來說 我是阿里亞圖 因為太羞恥了 所以我是不會說的 好 那我們這一場是用廣東話 粵語 來講解這一場的戰鬥 這一場就是一個四打五的決鬥 見到我們的夜差已經在溫泉裡面浸了溫泉 那我們用這個是閃電盒 對面也是用一個閃電盒 我們帶的奧義是 荒木 庇佑 還有 癲污 癲污 嗯差不多 那既然這場是四打五啦 所以提米就 去了一步開殺路的位置 因為每條線 沒有可能沒有一個人去守時 見到夜叉 想要偷我們野區的野怪 那我配合提米的話 提米的雲 都很好用的 所以 我們就可以成功殺了對面的夜叉啦 因為我帶了一個斬殺 去補充我前期的傷害 如果大家想要看出裝的話 最後 也都會 結算的時候都會有出裝 我們一開始會出一個 大法級 最大的那個 紫色那個 因為我們 見到二技能用的時候 其實對面是可以打到我們的 但是我們 要面對著二技能去打人的時候 我們又很難去避免到別人打 然後我們是可以打到人 不知大家明白我講什麼 反正就是他沒有一個霸體的狀態 所以 這個英雄 跟羅儀 跟陶倫都一樣 其實他是需要少少少少的痰 因為如果你衝過去之後 你不可能只是靠一招大技去打傷害 你都要用一招二技能打傷害 如果你用二技能的時候 你就要被人打到 那這裡直接開一個大 二技能 直接收了對面的閃電盒 這裡我們打野是趙雲 所以前期他死後 他的殺傷力都很高 我們還有一個提米 他們還有一個大技 因為是四打五 所以很多地方都會 穩穩地發育 那我們直接就跳到這裡 見到莫拉在這裡想單吃這個骨龍 那我就有一個直接大技 我被塔打了一下 他回頭打我二技能再斬殺 這個就是他沒有看清楚我大技技能 如果他有看清楚我大技技能 斬殺的話 他絕對沒有可能回頭打 因為根本就很難贏到 好 那四打五 一定要穩 穩是一個必要的 那對面衝突的時候就是我們的機會了 一技能過去 那我被野叉圈中了之後 這裡 對面應該沒辦法繼續跟我們打 我們只有一個追擊的狀態 這裡繼續一個二技能 瘋狂的拳頭 再一個衝過去 見到莫拉 他這個刷 差一點 刷死我 還有 緊 不過不要緊 我在這裡再找一下他 因為我還有一招 我招大技英斯的好 所以我並不是很害怕他 好 這裡再看看他先 好 他一個一技能走了 我們都可以用一技能走回去 我跟莫拉的技能其實好似 一招衛2技能之後 再用一下之後 就直接回去 你最原先的地方 但是 莫拉比他好的地方 是莫拉有兩段 第二段你可以 譬如做個L型 V字型都可以 但是我只可以直線 這裡直接衝去我的大技 吸完之後 直接用1技能回頭 我們主要的輸出樂園 都是1技能之後接2技能 等於再1技能走 因為你不可能用普攻跟人打 這裡我們沒有機會去用2技能 因為用 如果我們剛才用2技能 就會很危險很危險 好 大技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技能的方面先 1技能衝到很遠 然後再按一次就回來了 然後他這個是會有傷害的 2技能就是瘋狂打拳頭 然後最後那一段的拳頭 就會有一個更加高的傷害 然後再會有一個跑速的加成 大技呢 就是無地這樣轉 無地這樣轉 欸 看到對面都為我們示範了一支 無地這樣轉 無地這樣轉 你不會被人選了目標 但是你的跑速會因為這樣而減低了 然後呢 將它在大技圓的時候 你就會把附近的玩具吸進去大技的正中間 好 這裡我們再用1技能走 看來已經沒什麼機會了 因為我們的1技能已經增進了7秒的CD 我這裡出裝呢 主要是一個減CD流的 因為沒有這個1技能 我們實在是太難輸出了 沒有這個1技能 我們根本 只可以扣招大技然後馬上走 所以我覺得這個英雄一定要玩減CD流 再不是 除非你可以傷害高度 一套就帶走人的話 其實你玩全AP都可以 但我還是建議玩減CD流 見到一個夜叉 殘血夾我 不是很怕它圈著我 因為我還有一招大技 在它圈我的時候 我直接開招大技就可以免除了很多傷害 然後在它大技圓的時候 我再可以用1技能 超遠走 但是 閃電是有一個很不好的地方 其實它1技能回到頭的時候 會被人中斷到 這裡直接大技級 2技能 打拳頭 直接打死了一個 美娜 好 一個0滿2 雖然我們是一個 試打5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9比6的優勢 我們305 9個人頭裡面佔了8個 好 清完線之後 當然要來吃一下骨龍 吃一下野怪 又有冰線的時候 立刻把冰線推進去 等人家要來守線 否則就會被塔吃了冰錢 不要小看冰錢 其實一個幾十塊 一條線已經有 百多兩百多元 所以其實很多 這裡就是我一個人的探索 然後一個好重點是 我有一個1技能回到頭的時候 被人斷了 這樣我再用1技能 一招斬殺 帶走對面的小丑 一換一 這個英雄其實很黑小丑 直接可以打到小丑 差不多可以一套帶走他 雖然我們就這樣的出裝都好 但是技能一定要中 當然 因為我們是一個法師英雄 機能不中的話 都幾難還一個法師英雄 對面死了三個人 看看我們隊的隊友3-2 可不可以打得贏 提米這個大技放得很好 對面都殺了我們的招魂 但是哲雲也服務了 最後緊一個大技 收了對面的莫拉 又拿這個藍buff 看看 不過哲雲發了一個叫我撤退的 算式 那我就 當然撤退啦 因為沒有可能硬硬拿他 如果 哲雲都掛了機 那3-5就真的 完全沒有機會可以贏到 這裡看看有沒有機會 1技能可以打一波 一個 小重點要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們的被動 儲了10層之後 打人一下會有一個 盾仔 真是盾仔 因為很少 所以如果我們要同人換他的時候 1技能之後打人一下 先再用2技能 直接 過去2技能打完之後 直接開一個大技 斬殺 收了對面的閃太 瞬間一個靈魂3 用靈魂3之後直接爆這一 中路一直爆進去 莫拉這裡刷 我不是好感動來打 1技能直接回回去 你要注意好1技能回回去的時候 如果我剛才沒有遇到這個時候 我可能就沒有機會 在莫拉的手上逃走 無血啦 無血就當然要走 這裡打算吃個野怪再回去 不過沒有就直接回去 現在暫時都還是 很難打 很難打的原因 是對面還有5個人 雖然我們現在是優勢 但是只要大家的裝備出得差不多的時候 少打一個人 根本就是很難打得贏 所以一個1技能 找到一個機會 因為他剛才已經用過他的1技能 所以我們直接 衝過去 跟他互轉了一波 隊友都趕到來 直接就去打死了 這裡又一個瘋狂拳頭 不過我們的緊收了 再一個1技能 再拳頭再回去 這個是最好的連技 我玩過幾場之後發現 1技能最容易的人就直接回去 是一個很好的 消耗一個對面的技能 很好用的一個連技 如果要打團戰的話 1技能進去 2技能打完之後 直接補招大技 補完大技直接看一下 戰場有不安全 戰場安全的話就繼續打 不安全的話 就直接用2段的1技能回去 這裡幫一幫隊友 不過打不中 這個 無影拳打不中 這裡打個拳先 直接開個大技 空了 被莫拉的2技能減速了 直接再衝進去 好像 要死了 莫拉這個賊 將我們衝進去 衝得太入了 衝得太深 那麼我們的隊友 看看可不可以 收割這個戰場先 不行了 對面4個影的血量都還是很高 我們兩個隊友逃走了 因為我們的招勻 其實帶了東西殺出來 你帶了一個 離了線的隊友出來 就會有這種情況 對面要殺他 其實是很容易殺到的 所以我這裡都會打打折 叫不要 拿東西殺出來 就放他在溫泉裡面 會比較好 那麼對面想要來 攻我們的中路塔 直接一個1技能 瘋狂拳頭 然後一個大技 沒有大技出來 沒有大技出來 我們的筋已經發動 已經完全 差不多是一個完全體了 再用一個1技能 見到莫拉影子的位置 直接衝過去 大技就可以殺了他 我們的體米傷害都很高 近這邊沒有追到小丑 不過不要緊 我們都換了一個0換3 直接打這個海鯊 因為打完這個海鯊之後 我們就會有機會一直去推中路 如果沒有這個海鯊 其實4打5都很難推進去 有這個海鯊 等於 我們多了一個人 因為缺比我們的眼外30%傷害 其實我們4個人發揮起來 其實跟5個人差不多 這裡可以找一波機會 我們都是要用這個1技能衝進去 見到野猜對面分隊 直接一個1技能衝進去大技 雖然大技留不到對面的緊 不過我們可以把對面的坦克美娜殺了之後 這裡他們已經沒有人會感受 我們4個人 咦野猜都出來了 野猜還是一個離線的狀態 那 秒殺了 莫拉之後再衝進去秒殺小丑 這一場4打5都可以贏了 因為 隊友都很OK 所以這個 MVP 33.6的輸出 幫隊友點一下賺 這裡是我點得快 我不應該去點一個離線的人點讚 所以我立刻點它回 惡意掛網 好 這道魚 解輸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喜歡 如果大家想關注我的感受的話 可以followIG和Facebook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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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